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河南许昌 今天我们要看一座西汉的古墓 汉在生前叫做天下大洞 声名大圣 为何在最后被腰斩呢 他的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 这里就是汉景帝的宠臣 曹措 这里是曹措墓 前面就是他的一个墓种 这个墓种现在看起来也是十分高大 四中都是有商品房 这个曹措他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 当时被汉王帝所看中 他和当时还不是皇帝太子刘启 关系非常好 也就是后来景帝 这个是他成功的观景 但也是他王的一个观景 曹措当时在太子府做官 太子也非常的看重 直到后来太子作为皇帝 也就是景帝 他的官位也随着开始高了起来 景帝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他也是景帝的一个宠臣 曹措经常向太子禁言尽策 被当时人称为这个是太子的一个智囊 在当时这个文帝叙事景帝开始当上皇帝 曹措开始议论正事 当时景帝很多大师都开始问他 对他的宠信程度也是超过了九卿 在当时有个丞相 是非常有些嫉妒他 就感觉他说的还有他做的一些计算 都全都不忠用 非常的不糟掉 全都扯淡 所以有一次他抓住了曹措的一个把柄 曹措为他出入方面 他在他家开了一个门 这个门墙就是当时刘家皇庙的一个墙 这在当时这是重罪 这可是皇家的祖庙 但是曹措是非常聪明 他事先先去找这个景帝所说 景帝也原谅他 当这个丞相去再告这个曹措的罪的时候 这个景帝已经知道了 所以就没有怪罪这个曹措 当然丞相非常聪明 他看到这个曹措事先已经来过 所以他只好撑罪 然后退下 最后这个丞相也因为这个事情 还抑郁而死 在当时所有的大厅都看到 这曹措是非常事物这个景帝的宠信 所以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反对曹措 但是内心都压抑住 在我们后人所看的 他虽然是有很多大人不和 但是这都是小杰 也不追障他上面 但是后来发生件事 七亿王之乱 是他一个致命的根本 他屡次的向天子骤颜 要削帆 要削帆 在高祖刘邦做天下族 他是分封了很多的同姓诸侯王 这些诸侯王都是他的兄弟子侍 但是随着脊背下来 他们关系开始疏远 当这个景帝上来之后 他感觉这些诸侯王权力也太大 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军政 其实这个削帆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大臣不同意 但是也看着这个景帝已经默许 所以不敢说话 在当时这个斗英和曹措 是分庭抗礼 争论特别厉害 所以他们之间也是结了仇 当这个曹措的老爹制造这件事之后呢 也是从老家专门赶过来 对这个曹措说 你这个做你到底是图什么啊 你读了那么多书 书不见轻 你不明白吗 你理解皇家骨肉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曹措就说呢 天下藩王分居 对曹措呢非常不利 这天下呢只有一个人说算 那就是皇帝我要保留家天下 唉 他老爹这听到之后也是叹息一声 不加天下安义我曹家王义 眼看呢说不动完之 他的父亲呢也是扶要而亡 他要履行自己的程度 实现自己心生报复 他要让这个天子一言九鼎 他要让这个汉景帝做真正的皇帝 所以呢他不必万难他去做了 呃在当时这汪之后他果然是反了 他感觉自己的实力还有一些不够 他要拉下几个王去一起干 所以呢这游说了很多的王 然后呢有很多王参与进来 其中哈业王呢要说我们要找匈奴 其实呢七王之乱在当时来说是九王 后来呢这七王倒戈归顺朝廷 这纪北王呢在后来他是被这个属下软禁了 所以呢就指向了这个七王 其中呢以这个无处对象也叫无处叛乱 七王扯其造反天下大动 所以呢这朝廷呢也是非常动乱 这汉景呢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很多大臣呢就是你嘴我一嘴真理非常多 他又把这个朝廷叫来就说 事宜这次我们该怎么办 他说虽然他们也看深圳浩大 但是呢不是正统只要陛下您登高一呼 必定所道平民 我建议皇帝您呢欲驾亲征 这皇帝又说如果我欲驾亲征 这朝廷大事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时候呢也不知道这个朝廷他是怎么想的 他张口就来说皇帝御驾亲征 我在朝廷为你主持大事 这汉景帝呢听完之后也是一懵哈 到底是你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 我在外面凤山露树刀光剑影 你在这里你蹲在长安不出去 虽然呢对他内心有了一时的隔阂 其实他又召见其他的一些大臣 包括窦英 然后很多大臣就给他禁言说 这个事情呢很好解决 这无处叛乱呢他们并不是反朝廷 反陛下宁 他只是要杀奸臣杀朝廁 然后恢复他们的风土 就可以了这事情就可以解决 其实这个汉景帝刘喜 他内心呢也是有一些 由于他性格并不这么强硬 不像汉武帝那么强硬 他也犹豫过要不要杀朝廁 他内心啊反复的思虑 之后呢还是抵挡不住 朝廁的众说 他要以一个怀柔手段 去压下这个无所叛乱 之后呢他让大臣去建这个朝廁 告诉朝廁要上朝 听旨 这朝廁呢也没有想这么多 然后呢就身穿朝服 就跟着来了 谁能想到再走到半路 来了人呢宣读这个朝廁的罪障 把朝廁腰斩 朝廁肯定是头一梦 可能想着这一天会到来 大家没有想到 这么仓促的这一天 会到来 他当时还身穿朝服 就这么一鸣呜呼 砍成两半 这朝廁呢 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被刺死了 可以说在当时很多人 是与这个朝廁作对 我们也可以理解 是有很多人在城中作梗 要杀了朝廁 这汉景帝呢 他也是六身无阻 杀了自己的宠臣 以为就可以平息这场霍乱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他的墓种呢是有些新 上面呢还有这个鹅暖石 应该是后期所修建的 但是他这个碑呢 是以前的古碑 清潜龙三年 也就是这个1738年 上面是由这个 汉玉士大夫朝廁之墓 因为这座碑的时间时间 实在太长 是在这个清早 虽然他自己是有些看不清 只有离得很近 才可以看清 我个人感觉 这汉景帝 他杀了朝廁 他内心肯定是十分的不忍 十分的纠结 但是他内心肯定是十分的后悔 因为他后来知道 这吴楚叛乱 杀了朝廁只是一个理由 他杀了朝廁 这叛乱 并没有这个平息 反而是更加猖狂 因为在吴楚联军看来 杀了朝廁 就已经忽略了 认了怂 所以呢我们这边 胜利也就更大 最后呢 朝廷是没有办法 只能启用大军 启用朱雅夫 朱雅夫将军呢 身军威武 三个月就平息霍乱 虽然朝廁他与这个朝廁很多不和 但也是木袖游林 封闭摧石 但是他对这个汉家殿下 对刘启 他是忠心的 刘启这么杀掉他 于朋友来说 汉景帝是负了朝廁 这腰战呢 是非常惨的一个姓法 他是将人剁成两阶 直到清朝 才把这个酷刑才废除 所以在后来呢 很多后人对这个朝廁 都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更是把他比作这个龙峰比干 一个忠诚高峰亮节 他那么聪明一个人 他怎么会想不到 他做的事有多么简单 他是于整个厅下作对 他说出了皇帝想说 不敢说的事情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他为了国家 为了设计 他学了一条艰难道路 但是景帝富了他 但是千万年历史 会还他一个公道 他是国事 他的牧种呢 就在这个许昌的 革命烈士经验馆这里 事实上是有很多的这个居住区 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古迹和古墓呢 总是让我们感慨很多 也让我们学到很多 这是他的一个魅力所在 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